字幕提供 主要上市的人希望做回兩件事 第一就是悼念李宏洋先生 在香港對李宏洋先生的被自殺 有很大的迴響 有25,000人到包圍中聯辦 希望把這份心帶回到內地 第二就是希望透過傳單的行動 去尋找李宏洋先生的親人和朋友 希望可以把李宏洋先生的被自殺 從內地傳開去 因為我們相信內地未必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 在6月28日下午在羅湖出發 跟陳小姐在深圳公車接到小洋 在6月29日早上8時到達小洋 然後我們就乘搭這個車去西湖橋 西湖橋就是李宏洋先生被自殺的醫院附近 我們就在那裡逗留了一會 然後我們就拍了幾張照片 有幾個大漢尾隨著我們 當我們在西湖橋拍照的時候 那幾個大漢我相信是便衣公安 已經包圍著我們 並且問我們有沒有證件在身上 為何要拍照 就開始被公安吊著五房 我們就已經是希望離開他們的視線範圍 逃脫到安全的地方 他們就尾隨著我們 其中陳小姐就希望 她嘗試過強行逃脫上公車 然後被他們拉回來 最後我們就一直向前走 然後去到一條街附近 他們就把我們強行逃脫到公安局 因為那個醫院其實來公安局很近 他們就推了我們進去 公安局裡面 他們就封了大門 結果有大漢 我和陳小姐就希望可以逃脫也走不了 陳小姐就跟我們對質 那我就嘗試用這個電話 和香港組這邊的朋友聯絡 其實如果被他們發現了 他有三流戶的電話 其實我最希望做到的 就是希望可以和香港組邊聯絡 就知道行動那邊出事了 希望可以盡快 就這邊有相關的措施去做 特別我是聽到陳小姐在旁 和他們對質的時候的聲音 或者是他們的尖叫 那些就會比較擔心 他主要就是去檢查我們 整身的所有物資 也都是對我們做落口供 問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 行動目的 我們有沒有背後組織等等 那另外呢 陳小姐也都是給他們 有很多粗暴的對待 和不合婦人權的對待 包括就是強行守身 就是strip search 就是摸光珠 就是摸光珠守身 也都有這個 被他們扭手握 或者是被他們用武力去威脅 我知道陳小姐跟他們對質了很久 我自己都跟他們有這個 整個過程 他應該拘留了我們大約十至十二個小時 港澳辦的人 就大約在夜晚的七點鐘 他就會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的相機 錄音筆 我們的電話都可以拿回 雖然裡面有些 可能有些照片給他們拿了 或者有些資料給他們拿了 但是所有關於李翁陽先生的物資 包括我們的Banner 我們的所有傳單 我們對李翁陽先生的遺照 即是那張照片 全部都被他們沒收 他們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些資料 不符合現實 和脫離現實 就懷疑我們有在市場造謠的可能性 因為這樣就把他們收了 但是在醫院附近 都停泊了幾部公安的車 其實我相信 在那裏都有不少公安守住的地方 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上去什麼都沒有做過 只是拍一張照片之後 已經被公安重重包圍 然後打壓我們的行動 可能我們要悼念李翁陽先生 或者我們希望把我們的資訊 傳達到內地的市民 這兩個目的都未必做得到 但是在香港那邊都有不少回響 證明大家都是未忘記李翁陽先生被自殺 這麽殘酷的真相 希望大家在這個目的上 或者有一個迴響反映出來 就是大家會對中共這麽殘酷的政權 亦有抱著憤怒 希望可以結束一黨專政等等的心 很明顯就這件事的經歷 很明顯看到中央對民運人士 或者維權人士的打壓 這一刻仍然存在 而且是十分敏感的 我都希望可以盡快看到 就是中國的民主狀況可以改善得到 就是中央可以開放 而且是有一個一黨專政的情況可以改變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中國的民主可以盡快實現 最後當然當然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身為一個香港人 其實我們究竟在整件事裡 其實是有什麽託色呢 甚至我們不是單純說李翁陽事件 我們是說現在我們和中國雖然一何之隔 但我們其實都是一個很僅僅的 靠年生活在同一個的處境底下 其實我們認為對於內地發生的事 我們香港人的參與應該是 應該是義務反顧 以及應該是要全力投入的 不是一個跟我們無關係的事 所以我們都嘗試去想 其實在遊行示威收集簽名 或者可能靠議員發言等等之外 其實我們有沒有可能有更多的行動 或者回應手法的想像呢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 我們想到就是今次上路仔 其實我們希望就是 當然我們不需要 或者我們都不覺得會所形都認同我們的做法 或者是時候 但是我們期望可以做到的就是 拉乎大家一些想像空間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 即使不同意也好 但是他們會思考怎樣不同意 還有究竟作為香港人 我們如果想要一個進取一點的效果 我們想真的要結束一檔專政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再進一步做些什麼呢